今年2020年 我们准备明年2021年 庆祝高雄教区成立60周年 在唐区开幕里的致辞 主内各位可敬的神父 修士修女 既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新冠病毒紧绷的时候 首先祝大家身体健康 心灵平安 天主的祝福满满 教区传协会原本计划 邀请教区各位神父 修士修女 与各堂区的教友各三位组织 各单位与教友团体 在3月21日上午聚集在 政府山 举行准备庆祝高雄揭幕区 升格为高雄教区 隆重的开幕弥沙 由于新冠病毒还在持续的扩散与蔓延中 按各地方政府的规定 在防疫期间不适合大团体的聚会 因此取消原本要在 政府山举行的准备庆祝高雄教区 成立60年的教区性的开幕祈福礼 改在3月21日就是四旬期第四主日 晚间弥沙以及22日主日弥沙 由各堂区神父主礼 首先在自己的堂区举行 庆祝高雄教区成立60周年的开幕弥沙 为开创高雄教区 慕领扶船与社会服务的新方向 同心合一的祈祷 期盼在天主的祝佑之下 结出丰硕的果实 时光飞逝 在地球不断的自转与公转 产生日夜更替 与春夏秋冬的变化 高雄教区成立将要借满一甲尺 60年的钻石庆 值得我们为走过的岁月感恩的庆祝 对充满希望的未来 真心的祈福 话说天主教首次传日 台湾是在1626年 就是明朝天启六年 西班牙道明会士由菲律宾马尼拉搭船 从台湾东北角之山雕角登陆 仅局限在北部向当地的原住民传福音 但也只是短暂的昙花一现 因为1642年 荷兰人占领台湾 驱离西班牙的传教室 结束了16年在台湾的扶船工作 事隔两个世纪 西班牙道明会士 在1859年的5月18日 再一次敲开台湾的扶船大门 传教室的足迹先后由南到北 以高雄为根据地 从高雄前津 就是现在的玫瑰堂到万津 从虎城台南的中山路大湾 经过彰化罗措 嘉义的沙伦 直到北部的和尚州 就是今天的卢州 以及大稻城 就是现在民生西路的主教座堂 当时传教士不畏路土遥远 不怕人心险恶 满怀敬天爱人的心 沿途拨散福音的种子 在落脚的地方 无论城市 乡镇 山上 以及海边 建立了许多富有特色 不同风貌的地方教会 台湾第二次 开教之初期 教会所有的教务行政 礼仪精本 都依照厦门教区的标准 直接隶属厦门教区来管辖 1913年7月19日 教廷准许 台湾教会成立 独立的台湾监睦区 直到1949年12月30日 台湾监睦区再划分为 台北监睦区与高雄监睦区 高雄监睦区于1961年3月21日 由教宗若望23世的招书 奉准升格为圣统治的 高雄教区 中华道明会会士 郑天祥神父 随即荣获教宗若望23世 任命为首任高雄教区主教 同年5月21日 在罗马圣伯鲁路大殿 被著身为主教 1979年10月30日 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册封为总主教 1991年 上国习主教 担任第二任高雄教区主教 1998年1月18日 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着身为书籍主教 高雄教区成立60年以来的人地事物 有很大的变化与变动 我们应该像首先来台湾到高雄教区 开教的传教士 以及陆续到台湾高雄参与 直接或间接浮船的修会会士 以及各位传教士 无论从事堂区木领浮船工作 或者是教育文化工作 或者是社会服务工作 他们的牺牲奉献 共同编写的高雄教区 亦甲值 无限珍贵的传教历史 成为高雄教区 无上的价值与资产 让我们共同表达 甚至的敬意与谢意 就如今天的主日三篇读经的意涵 天主拣选也派遣传教士 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 一个从未听到耶稣名号的民主 当时耶稣为南台湾的人民 好像还没有诞生 但是透过西班牙传教士 开启高雄人民的眼睛 开始认识已经早已 为我们降生成人的主耶稣基督 并将基督的福音传遍台湾 传遍高雄 使得台湾人民 高雄的老百姓 也都被基督所吸引 张大眼睛 竖起耳朵 有机会听信福音 信而受洗成为基督徒 在光明中生活 我们要真心感谢天主 也要感谢把基督的福音 到台湾 带到高雄教区的传教室 让我们能够重生为天主的子女 这实在是天主的奇异恩典 现在的我们正在写新一甲子的高雄教区的历史 希望教区全体天主子民总动员 无论度奉献生活的神职人员 修会会士或是教友团体 各三位组织 各事业单位的成员 在各自岗位上尽心尽力 以新的眼光认识 并接受时代的讯号 以新的精神找到新而适当的方法 以具体的行动展开福音的传播 实践耶稣爱 关怀与服务的教导 丰富高雄教区新六十年的牧林扶船里程 最后让我们怀者信德 在祈祷中寻求天主的旨意与助力 在爱德中共荣合一 在工作中合作无间 以光荣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阿们 再次祝大家健康平安 天主保佑